你们说神又来做 拯救人的工作 有圣经根据吗 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十三节 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这两处经文 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耶稣的救恩已经让人得救了 人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神不会也不需要再重复 做什么拯救人的工作了 而你们说 神又来做拯救人的工作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姊妹 提到得救这个话题 我们的确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工作 而得救了 但这里的得救 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从律法时代谈起 大家都知道 在律法时代 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 让人遵守 谁若处犯了 就得献祭 为自己赎罪 否则就面临 被律法处死的危险 因此 当时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守律法 谁也不敢违背 但到了律法时代末期 因为人败怀越来越深 犯罪越来越多 已经没有足够的赎罪计 为自己赎罪了 所以人都面临被律法处死的危险 于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亲自被钉了十字架 做了人类的赎罪计 从此 人只要信靠主耶稣 罪就得到赦免 不再被律法而定罪了 这就是我们 因着主耶稣的救赎而得救了 可见得救 就是人信了耶稣 只要认罪悔改 罪就得到赦免 不再被律法处死 而且还能享受 主耶稣赐给人的 平安喜乐与丰富的恩典 这就是恩典时代 得救的真意 正如经上所说的 你们得救是本魂 也是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那是神所赐的 这里的得救 仅仅就是 我们信的耶稣 罪得赦免 不被定罪说的 可是我们身上 还有败坏性情 我们还会常常地 犯罪抵挡神 那像我们这样 常常犯罪抵挡神的人 能说我们是 永远地得救了吗 虽然没有脱离罪 但主已经赦免我们 已经不赎罪了 我们只要遵照主的教导 认罪悔改 靠着主耶稣的救恩 就已经得救了 是啊 姿妹们 虽然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工作 我们不赎罪了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已经脱离罪恶 永远得救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罪恶 我们还活在白天犯罪 晚上认罪的堕落生活里 还没有办法 摆脱罪的捆绑与挟制 这也是我们信主之人的情形 就如保罗所说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使徒保罗 虽然因着主耶稣的救恩 罪得着了赦免 但他心里最大的苦恼 还是因着摆脱不了 罪的捆绑和挟制 还会常常地 身不由己地犯罪 抵挡神 因此他无奈发出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呢 姊妹们 保罗的苦恼 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主之人 弟兄姊妹的苦恼呀 保罗迫切希望 得到的那个救恩 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主之人 迫切希望得到的呢 姊妹 尤其末世的人 都深有体会 因着人的心 还被撒旦的各种毒素 哲学占有 人身上满了狂妄 自私 诡诈 贪婪邪恶等各种撒旦败坏性情 所以我们还能追随世界潮流 与撒旦同流合污 追求地位 名利 钱财 享受罪重之乐 即使人熟读圣经 都无法摆脱罪恶的捆绑 所以从恩典时代 所有信主之人的情形 表现上可以看到 被主耶稣救赎回来的人 并没有真正脱离 撒旦和眼圈势 人的心也并没有完全被审得着 即使人外表行为上 有一些改变 有时也能做一些好事 可是人里面犯罪的本性 还在人里面掌权支配人 使人活出的 仍是撒旦的败坏性情 并没有脱离罪恶的捆绑 你们说是不是啊 所以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得救 并不是真正的脱离 为罪恶打倒圣洁 姊妹 他们说的倒是事实啊 不对 主耶稣已经使我们得救了 这是事实 不行 我得找机会抓住话茬 把他们驳倒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全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耶稣当时做的工作 是救赎整个人类 凡信他的 罪就得以赦免 你只要信他 他就救赎你 你只要信他 就不赎罪了 你就从罪里出来了 这就是得救了 这就是得救了 因信称义了 不过在信的人身上 还有那些悖逆东西 抵挡东西 这还得慢慢脱掉 得救不代表人 完全被耶稣得着了 乃是代表人不赎罪了 罪得赦免了 你只要信他 就永远不赎罪了 等等 姊妹 有问题吗 你说吧 你刚才读的 这话都说了 我们永远不赎罪了 那你还说 神来做什么 拯救的工作呢 是啊 姊妹们 神话还没有读完 等我们把这两段 神话读完了 我们一起交通好吗 好吧 你接着读 我倒要看看 你还要说什么 一会儿 再难为难为 看你怎么说 高姊妹 你来读吧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和神心意吗 就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假 你不赎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 你没罪 没污秽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尽是污秽 又自私 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和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 洁净你 否则 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 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福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 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 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人虽然都经过了救赎 人的罪都得着了赦免 这只能说 神不纪念人的过犯 不按着人的过犯 来对待人 但人活在肉体之中 没有脱离罪 只能是继续犯罪 不断地显露撒旦的败坏性情 这就是人所过的 不断地犯罪 也不断地得着赦免的生活 多数人 都是白天犯罪 晚上认罪 这样 即使赎罪计 对人来说永远有效 也不能将人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只是完成了 拯救工作的一半 因人还有败坏性情 姊妹们 神话说得很清楚 人经过主耶稣的救赎 罪得着了赦免 那是因着神的拯救 神说人不赎罪了 并不等于人就不犯罪了 只不过是神不纪念人的罪 不把人当罪人对待罢了 但主耶稣的做工 只是达到了赎罪的果效 并没有解决人犯罪根源的问题 因此 人犯罪的本性 仍然扎根在人心里 这样 即使主耶稣的赎罪计 对人来说永远有效 也不能将人 从罪恶中彻底拯救出来 所以 得着主耶稣救赎真的人 还能犯罪抵挡神 还需要神进一步地做拯救的工作 才能彻底脱离罪恶 得着神全辈的救恩 这样说好像也对呀 你这样说我不接受 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 我们已经没罪了 根本不需要你们说的什么新工作 你们这样说没有圣经根据 我不接受 是的 我们信主耶稣已经得救了 主来为什么还要做一步新工作呢 姊妹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主耶稣把人从罪中赎了回来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谁也不能否认 但得着主耶稣设罪之恩的人 里面还有败坏 过着白天犯罪 晚上认罪地堕落生活 这是不是也是事实啊 所以说 我们要纯正地领受主耶稣的救恩 因为主耶稣所做的工作 仅仅是把人从罪中赎了出来 并没有解决人犯罪的问题 所以从主耶稣得救的人 还得需要神进一步地捷径拯救 才能达到蒙拯救 姊妹 说到这里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说 神是不是圣洁的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圣洁的了 神是圣洁的 那神拯救得着人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也是圣洁的了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圣洁啊 路子妹 您还记得经上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诸这话吗 还有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 脱离罪恶达到圣洁 这是神要求人达到蒙拯救的标准 是不是 犯罪的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这是主的话 难道我们这些常常犯罪的人 不能永远得救吗 不可能啊 经上明明说 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难道这里的得救 真像他们所说的 不是永远的得救 不对 不对 主啊 求你保守孩子的心 持守你的道 姊妹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神把一个 还有撒旦败坏性情 还能抵挡神 背叛神的人类 提到神的国度里的话 那你说 神的国度还是圣洁的国度吗 神的国度怎么能允许 抵挡神的人类存在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实 是神圣洁公义的性情 所不允许的 更何况 这样一来 神做拯救人的工作 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根据神的性情 神拯救人的工作计划 人得着了耶稣的救赎之恩 就是达到蒙拯救 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 这话是行不通的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 罪得赦免 就可以得到神的称许 这是因为 我们对什么是蒙拯救不清楚 今天全能神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全能神说 人脱离了撒旦 污秽败坏的东西 就得着了神的拯救 但是人若仍然没脱去 污秽败坏 那就还属于在撒旦的权下 人的勾心斗角 诡诈弯曲 这些都是属于撒旦的东西 拯救你 就是让你脱离这些 神的做工不会错 都是为了拯救人 脱离黑暗 你信到一个地步 能脱离肉体这些败坏 不受肉体败坏挟制 这不是得救了吗 你活在撒旦的权下 你就不能彰现神 你属于污秽的东西 不能承受神的产业 你被捷径之后 被成全以后 是圣洁的人 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就蒙神祝福 蒙神喜悦 子美 接下来你读 好 人如果在神所要求的 事上 话上 真能进入到神话的 实际里面 他就是被神成全的人了 可以说 神的说话做工 在这个人身上 完全达到果效了 神的话 成了他的生命了 他得着真理了 能凭神话活着了 从此以后 他肉体的本性 也就是 他原有的生存的根基 开始摇动 倒塌了 人有了神话 做生命以后 才成为新人的 神的话 成了他的生命了 神做工的意向 神对人的要求 神对人的揭示 神要求人 达到的 真正的人生的标准 成了人的生命了 他凭这些话活着 凭这些真理活着 他这个人 就是被神话成全了 是在神话里 得着了重生 在神话里 变成新人了 末了一步将人征服 就是与撒旦 征战的最后一步工作 也就是 将人从撒旦的权下 彻底拯救出来的工作 征服人的内涵之意 就是将被撒旦败坏的 撒旦的化身征服之后 归向造物的主 从而背叛撒旦 完全归向神 这样 人就彻底蒙拯救了 全能神的话 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真正的蒙拯救 就是指脱离肉体的败坏 和撒旦的黑暗权势 而被神洁净说的 就是神借着末世 所要发表的话语 来刑罚审判人 将人里面所需的真理 做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脱去败坏性情 不再犯罪 生命性情得到变化 人里面撒旦的毒素 法则 哲学 再也控制不了人了 属撒旦的东西 在人心里面 没有地位了 被真理取代了 神所发表的一切话语 成了人的生命 人都能凭神话活着 与神相合 人不再背逆神 抵挡神 能够真实地顺服神 敬拜神 人所活出来的 也能够彰显神 荣耀神 这才是真正的 蒙拯救了 人托去败坏性情 不再犯罪 才是蒙拯救 主啊 难道我们都没蒙拯救 这不可能啊 主啊 你知道孩子身量又小 恳求你保守孩子 的心 加给孩子力量与信心 能为你达那美好的胜仗 按你这么说 现在没有一个人 达到圣计 那不就没有一个人 能蒙拯救 是啊 你们这样说 我不认同 姊妹们 得救与蒙拯救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两者之间 有着实质上的区别 得救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 人的罪得着了赦免 但人里面犯罪的本性 还没有出去 人还会不断地犯罪 抵挡神 背叛神 所以 蒙恩得救的人 并没有完全被神得着 蒙拯救是建立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 是人借着经历神所做的审判刑罚人 变化洁净人的工作 让人里面得着所需的真理 得救与蒙拯救 实质上的区别 就在于人有无真理 有无生命性情的变化 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只信耶稣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只有那些通行神旨意的 也就是那些 接受默示救恩 得着洁净的人 才能进去 你说神默示 你说人还有罪 还没有达到圣洁 这我不否认 但是你说默示还有一步救恩 这无论如何 我们是不会承认的 因为主耶稣定十字架 最后说了一句话 成了 也就是说 主耶稣已经把人类 永远拯救出来了 神的拯救大功 已经全部做成了 再也没有拯救的工作了 而你们所说的 默示还做拯救人的工作 我认为这不可能 是啊 这是主耶稣说的 工作既然做成了 那再做工作 不就多次一举了吗 神不做没意义的事呀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 别的救恩了 你们还是不要再说了 姊妹 如果我们认为 主耶稣说成了 就是指神的工作 全部告终的话 那主耶稣曾应许 祂必再来的话 不就落空了吗 其实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那是指主耶稣的 救赎工作成了 并不是指神拯救工作 全部完成了 圣经启示录中预言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甲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全的水 百百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这里说都成了 才是神的经营计划 全部完成了 如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就是神的拯救工作 全部结束的话 那这里的预言 又怎么解释呢 所以 对神所说的话 我们得正确领受 其实 关于神末世 还有一部拯救的工作 主耶稣曾多次预言过 就如主曾说过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事件 乃是要拯救事件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在末时 还要说话 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 就是审判人的真理的道 让人脱离罪恶 达到圣洁 你这样说我不认同 这里说的一切真理 是指主耶稣的话说的 并不是指神以后还要做工说的 姊妹 如果是指主耶稣的话说的 那凡是被主耶稣救赎回来的人 都能明白真理脱离罪恶了 可现在呢 我们为什么还能常常犯罪 还受罪的捆绑 无力摆脱呢 其实恩典时代 主耶稣所发表的那些话语 不是带领人脱离罪恶的话 而是让人信靠他的名 向他认罪悔改的话 这些话 只能让人对主耶稣 有一个真实的信心 这么个国效 但并不能使人全然成圣 你这么说 我就更不明白了 难道主耶稣的话 就不是真理吗 怎么就不能把人结晶了呢 姊妹 主耶稣的话是真理 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神说话 是分时期分阶段的 针对不同的时期 人类不同的需要说的 当初主耶稣的话 只是教导人的话 不是审判人的话 而且主耶稣的教导 仅仅是让人达到 外表行为上有些变化 并没有解决人犯罪的问题 就像人信主之后 在主的教导下 外表或多或少 都有些变化 但人还会常常的犯罪 即使努力克制 也身不由己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神在恩典时代 没有做发表话 审判人的工作 只等默示真理的圣灵 来做这工作 也就是发表一切的真理 来审判人 洁净人 引导带领人 进入一切的真理 使人达到圣洁 这些真理 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尔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也就是说 主耶稣所预言的 就是神在末世 要做的一部 话以审判人 拯救人脱去罪恶 达到圣洁的工作 也是神做的 最后一部 洁净的工作 是神经营计划中 最关键的 最根本的一部工作 而且启示录 所有的预言 都是神在末世 要做工作的内幕 都是神在末世 要成就的事实 所以 我们只有接受 经历神末世所做的 话语审判人 洁净人的工作 才能达到圣洁 蒙神拯救 圣经以前 我们看过很多遍 但都没有留意 现在看来 好像还真有一部工作呀 主耶稣已经说成了 难道不是指神 全部的拯救工作 结束了 不可能还有工作呀 可他们交通的 很有道理呀 主啊 愿你开启我 让我有分别 关于神末世 要做的工作 全能神的话 也告诉了我们 全能神说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 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 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 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 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 还得需要神 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 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 在人的罪 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 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到如今 神新的工作开始了 也就是新的时代开始了 神将那些救赎回来的人 带到他的家中 开始了他新的拯救工作 这次的拯救工作 比以往更彻底 不是圣灵坐在人身上 让人自己变化 也不是耶稣的身体 显现在人中间 来做这工作 更不是借用别的方式 来做这项工作 而是神道成肉身 亲自做工 指导工作 这样做是为了带领人 进入新的做工之中 从全能神的话中看到 主耶稣的救赎工作 只是教导人 该怎么忍耐 谦卑 怎么认罪悔改 罪得赦免 涉及到的 也只是人外表行为的 一些变化 并不涉及到 人本性的变化 所以 漠视神道成肉身 来做审判的工作 借着发表真理 来审判人 洁净人 变化人 使人明白真理 脱离罪恶 完全圣洁 所以说 恩典时代的得救 只是为国度时代 蒙拯救铺平道路 打下基础 而漠视审判刑法的工作 才是拯救人的核心工作 是变化人的败坏性情 把人从撒旦泉下 彻底拯救出来的工作 也就是说 神的漠视做工 是人达到 蒙拯救的唯一途径 人如果只接受 主耶稣的救恩 却拒绝漠视神做的 审判 洁净的工作 那人永远摆脱不了 犯罪本性的挟制 永远是罪的傀儡 最终 人信神进入天国的盼望 也就永远破灭了 这是天理天规 谁也违背不了 因为经上记者说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